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唐老师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秋冬 为什么大家打流感疫苗 当然秋冬是感冒或者流感的旺季 那老师要分享一个 调养身体健康很好的料理 今天分享的是希腊海鲜汤 希腊在哪里 其实这个就是用一些它的香料 那基本上我觉得冬天 你就是喜欢吃一个热热的 但是基本上我的汤都是很少的 好 谭老师做的比较接近地中海料理 所以先拌炒一下洋葱 洋葱切丁 然后胡萝卜切丁 今天海贝的料有芹菜切丁 番茄切丁 这个是什么 马铃薯 马铃薯也切小丁 对 老师你今天准备的这个蛤蜊 然后虾子有前置处理 这个剃了肠泥去的壳 然后把它对剖前置干净 那这个鱼好像有抹一点点干的粉 对我其实拍了一点面粉 还有呢 我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它比较不会散开 你只是让它那个比较定型这样子 对 我们这个时候拌炒番茄 老师用的是哪一种番茄 我用的是牛番茄 因为现在牛番茄开始盛产了 那你就 其实有的人他会用小番茄 那甜度比较高 对 但是我比较喜欢牛番茄 因为我不大喜欢甜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般马铃薯切丁 老师把它泡水是怕它氧化吗 对怕它变黑了那就很难看了 颜色迈向会比较差 比较容易被小孩打枪 对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加水让它去 就是让它煮开 然后我会加点 稍微炖煮它 芹菜 对我会加点西洋芹 对 一样通通切丁 所以这个做成汤品之后 也很容易补足膳食纤维 是 好 那先滚了才放这一些 海鲜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海鲜比较不耐煮 可是青菜的话 它要稍微有一点时间 好 那老师我请教你 像你也是这一个 医护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对 你有打流感疫苗了吗 我所有的疫苗都打完了 流感 然后肺炎练囚菌 包括炮疹 然后上次因为 跟听到李批讲的麻疹 可能会让我们脑部受伤 所以我连麻疹又再去补打了 所以你今年打了流感的疫苗 对 那肺炎是肺炎练囚菌疫苗吗 其实肺炎练囚菌是我蛮早就打的 肺炎练囚菌疫苗可以撑多久 其实那个很多人都建议 我在65岁的时候再补 因为我前面两种都打过了 所以我应该等到65岁的时候 再去补一针 这样的话保护力会比较够 那同时间我们谭老师的 这一个蔬菜浓汤 滚了之后我们可以放下海鲜 海鲜因为熟得比较快 所以那个汤品的其他配料都熟了之后 我们再放 是 好 老师现在放的是鱼片 那这个就很家常 这个婆婆妈妈家庭主妇都可以跟着备料 跟着复制 你这样摆很漂亮 这样待会可以整锅一起就是上菜 对 就是这样可以省洗很多的碗盘 也不要再洗碗盘了 然后一次吃完许多营养素 然后小家庭也不要煮好多菜觉得很烦 对啊 真的 好 所以老师 这一个沿着锅圆摆的是虾子跟鱼片 那中间还会放上蛤蜊 对 谭老师 为什么你的蛤蜊特别肥 特别大 对 因为我都会跟老板说 这个季节还有这么肥的吗 对 我都会跟老板说我要比较大颗的 对 那他都会帮我留 对 好 那但是台湾本地的养殖业品质很好 很容易买 对 所以这个 好 蛤蜊也是很家常的食材 然后呢 谭老师的海鲜就煮好了 对 然后我们只要加一点点盐 因为它已经有一些咸味 我们就不要太多 然后呢可以加很多的黑胡椒 对 天气凉了 其实有一点喝胡椒提味 对 会非常的提鲜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个好好吃哦 它秘密希腊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番茄 洋葱还有橄榄油 但是我这时候想起余光中的一首诗 天空非常希腊 意思是说 10月份的台北天空真的很灰暗 大家都在抢着打流感 心情也很不准 喝了这个浓汤之后 你的心情会变成 看到阳光一样 所以他说很多东西 其实吃进去 让你心情好 名利就会好 我说很多东西都不在买的地方 我说很多东西都不在买的地方